你好 歡迎吃吃 食品展場裡陣陣飄向 各業者把展覽廠變成自家廚房 推出產品試吃吃喝 吸引目標客群 號稱有上百種調理湯頭 以及醬料的廠商 商品目標主攻餐飲業者 因為現在都是在開集團式的連鎖 所以我們能夠把這些產品 全部做標準化 讓他們每一家店的口味品質 是符合他們的消費者需要 管理需要 餐飲業流動率高 加上熬湯煮醬廢食 廠商坦神合作對象 步伐五星級飯店 以及知名餐飲業者 國外的餐飲品牌也有使用嗎 有 郭志信義區好像有一個 就是英國很有名的廚師 開的也有跟你們用是不是 應該也是有我們代工 都是代工 沒有買我們還是買別人 就是說這買的形式是不一樣 我們飯後以前是買 一般零售通路買得到 現在是被直接客製化他要的 另一間業者 除了賣給餐飲業者外 就連一般民眾也能購買 號稱中美技術合作的 高壓濃縮雞湯 讓生活忙碌的上班族 想在家裡熬鍋湯 能省下食材與成本時間 透明瓶子看得到上層 還負責一層機油 減低化學合成疑慮 每一個產品都很有特色 然後它的使用又很方便 那現在餐飲時間都不長嘛 所以要很快的提供最好的服務這樣子 符合現代的需要 只要味道好吃 成本的話 你就說你要好吃 要給客人成本高一點是沒關係 濃縮湯頭調味包 讓一般民眾在家烹煮方便 但恐怕就連到餐廳裡面用餐 以為真材實料熬煮出來的料理 也被現成濃縮調理包給取代 記者 陳子芬 謝偉 SNL組 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